如果说电影是把世界展现在观众面前的窗户 镜头是猎枪 那么摄影师就是幕后运筹帷幄的捕捉者 只要给他一束光 更多的魔幻之镜便能呈现在观众面前 本期视频我主要介绍电影摄影师李平斌的光影美学 李平斌出生于中国台湾 早期在台湾他跟导演侯孝贤合作较多 一起合作拍摄了《恋恋风尘》 《千禧漫波》 《最好时光》 《海上花》等诸多电影作品 80年代后期他离开台湾搬到了香港 从此开启了与香港和内地导演的合作时代 与王家卫合作了《坠落天使》 《花样年华》 与徐安华合作了《女人四十》 与江文合作了《太阳照常升起》 这个黄金时代让他在电影里更加大方一彩 多年来 李平斌以其多样唯美而浪漫的美学风格 获得了诸多赞誉 他更像是一位在雪地里默默守候的猎人 看光 看风 看云 在最恰当的时候 抠下了猎枪的扳机 他的影像 好似深夜的月光照进了你的梦里 似真似幻 他曾说 我的电影里光是第一位 每一部电影我都自己补光 光可以帮你说话 帮你呈现出情绪和味道 他非常喜欢自然光 以很少的人为光去辅助自然光 完成环境的营造 去呈现真实的光感 依次给演员更多的空间 让表演与影像相辅相成 他深受中国传统绘画影响 讲究书中有诗 诗中有画的写意境界 这一点在电影《刺客念影娘》 及《长江图》中体现的灵力尽致 如果把念影娘比喻成一壶温酒 能把人的意识 留在一个属于情感现实主义的空间里的话 那么《长江图》则更像是 国画里的浓墨 深沉且雍碎 影像里多了一种言不明的神秘 也正是凭借这两部影片 李平斌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摄影 和玻璃国际电影节英雄奖 或许也有西方现代绘画演术主义的影响 李平斌构建的电影色彩都非常浓郁 这一点在《花样年华》里体现有文明显 对称时构图 也是李平斌非常明显的特点之一 与其他构图方式不同 这种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舞台剧式的体验 在他很多作品里都能看到 这种构图方式除了在视觉层面上 营造平稳感之外 更多的是赋予角色情感上的一种隔阂 更有助于故事的递进 李平斌曾在采访里说 他在工作时不喜欢预设 会结合现场情况随时调整自己顺势而为 借用诗人录游的一句诗来结束本期视频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德志 这便是李平斌遵循的工作哲学吧